近日 杨颖因在美国观看马术表演引发争议 随即遭到中央电视台封杀 这再次让大家注意到 杨颖在离婚后似乎过得并不如意 作为当年的当家花旦 她的人生为何会出现如此巨变 原来 当年杨颖出轨导致与黄晓明离婚 黄晓明为了孩子承受了这一切 如今杨颖在国外胡作非为 黄晓明终于忍无可忍 决定揭开当年离婚真相 杨颖的奇装衣服引发热议 近日 中国知名女演员杨颖 出现在一档名为风马秀的 美国脱口秀节目现场 其奇特的打扮引发了众多网友的热议 据多名目击者透露 杨颖为了避开公众视线 特意打扮得面目全非 头上戴着花色鲜艳的面纱 身穿夸张割裂的连衣裙 连发型和妆容也是前卫又艳丽的风格 这一打扮与她平日在公众场合 以温婉大方著称的形象完全不同 与杨颖同为中国一线女星的张某 也出席了该节目录制 但张某的着装和表现则大相径庭 张某穿着休闲简单 在后台自然露出笑容与工作人员合影 两人选择南辕北辙的造型风格 成为网友热议的焦点 熟悉风马秀的网友分析 杨颖选择这番打扮 似乎是因为该节目含有一些低俗 甚至色情的内容 中国艺人观看这类节目通常会避嫌 杨颖这次选择遮蔽面容 可能也出于对节目内容的顾忌 但张某则表现得十分坦然 对节目内容并无戒心 节目录制结束后 杨颖匆匆离开现场 而张某则流连忘返 两人反映天壤之别 不过杨颖的奇装异服还是被网友认出 随后轩然大波的争论在网络上展开 作为公众人物 杨颖不该参与这种低俗节目 明明内容不适宜 还故意打扮农装艳抹冒险目睹 是在挑战大众底线 等负面评论分治踏来 但也有声音表示杨颖是成年人 选择自己的娱乐活动 不应受他人过多干涉节目低俗与否 由观众自己判断 没必要夸大其词 两种意见针锋相对 各执一词 无独有偶 风马秀节目组还特意为杨颖发声明辩解 称杨颖当天并未到场录制 公布的图片戏他人戴面杀杨颖 这引发了更大的轩然大波 网友纷纷质疑节目组在为明星开脱 杨颖和经纪公司暂未回应此事 但无论他最后采取何种应对 此事已对其形象造成一定冲击 杨颖近年来以甜美形象建长 这番前卫打扮无疑突破了大众对他的既定印象 公众人物是否有权打破常规展现多面性 相关争议也将在娱乐圈持续发酵 杨颖违规言行受批 央视严整治娱乐乱象 最近女演员杨颖在参加风马秀 引发公众争议 央视对此高度关注 认为杨颖的行为违反社会公序良俗 严重影响社会风气 于是央视决定展开一次重点整治 严惩娱乐圈中的不端行为 央视非常重视此事 认定杨颖的所作所为有被社会道德底线 因此央视决定采取行动 删除杨颖此前参与录制的节目内容 以示警示 同时央视号召全社会一起监督娱乐圈 杜绝此类低俗行为 这次央视的举措 被解读为要严格整顿娱乐圈乱象的信号 事实上 杨颖的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近年来 娱乐圈频频出现言行不检点的艺人 他们在公众场合不拘言笑 甚至传播一些低俗内容 严重影响社会风气 针对这种现象 央视决心采取行动 从根本上净化娱乐环境 甄别低俗是此次整治的重点 央视要求各大娱乐公司及媒体 对艺人的作品和言行进行全面检查 杜绝传播任何低俗内容 同时央视还直接找艺人谈话 要求他们树立良好社会形象 许多问题艺人都对自己的不当行为 进行了深刻检查和态度转变 这场整治运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 许多娱乐公司纷纷加强内部管理 主动清理低俗内容 一时间整个娱乐圈掀起了一个自我进化的高潮 相信通过这次整治 娱乐环境将变得更加阳光向上 艺人们的言行也会更加规范 除了杨颖的事件 近期娱乐圈还频繁爆出其他艺人的负面新闻 进一步凸显行业乱象 比如某男演员涉嫌酗酒驾车 撞伤路人后不仅未道歉 反而与受害者发生争执 还有女演员在采访中公开发表歧视言论 引发争议 这些事件再次刺激了公众对娱乐圈的不满 也给央视的整治行动提供了有利依据 在整治过程中 央视并非只针对个别艺人 而是着眼行业根本 他们认为 娱乐公司背后存在着严重的利益驱动问题 一些公司为了盈利 不惜包装推广一些负面易燃 媒体也为了点击量 附设于传播低俗内容 这种现象让央视看在眼里 因此 他们开始调查娱乐公司及媒体平台 对其运作模式提出批评 要求整改 杨颖该何去何从 面对当前的困境 杨颖需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重新找到演艺事业的激情 同时处理好家庭和事业的平衡 首先 杨颖需要调整心态 摆脱目前的消极和压抑 她需要明白 演艺圈的起起伏伏是常态 每个艺人都会遇到瓶颈期 关键是要从精力中汲取教训 保持积极进取的心态 比如 她可以通过看心理医生来疏导压力 也可以进行冥想来保持内心的平和 同时 要明白现在她的处境很可能只是暂时的 并非绝境 她可以采取一步一步的方式 慢慢恢复状态 而且杨颖需要重新找回对表演的热情 目前她面临的瓶颈 有可能源于对演艺事业的厌倦 她可以多接触一些优秀的电影 电视剧甚至舞台剧作品 从中汲取表演的营养 还可以学习一些大师级演员的表演技巧 看他们是如何融入角色的 此外 她也可以主动寻找有创造力的新锐导演合作 尝试全新的角色类型 拓宽自己的戏录 避免被定型 比如可以考虑一些文艺片的角色 来展现演技 总之 经历低谷是演艺圈中常有的事 杨颖还拥有充沛的经历和广阔的前程 通过调整心态 激发热情 平衡生活 她定能慢慢走出困境 重拾昔日的光彩 她需要付出努力寻找突破 也需要耐心等待机会的到来 相信凭借她的实力和魅力 在不远的将来 她一定能再次成功 重返巅峰 这次事件提醒我们 在追求自我的同时 也要细思社会观感 留下积极正面印象 杨颖今后是否能展现出内在的成熟 值得我们期待 张嘉尼和杨颖前往看Lisa风马秀的事件 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虽然没有官方处理 但是两人所受到的惩罚已经开始 杨颖前往巴黎 看风马秀是不争的事实 导致她在听说很好吃三中被停播 以及之后跑男特别记缺席 而杨颖的争议已经影响到了 她的影视综艺播出和口碑 目前她的作品都没有什么进展 唯一带播的相思令也没有太多人期待 杨颖代言收入受损 欧美资源难求近日 杨颖因在Lisa风马秀中的低俗表演 引发了争议 不仅面临着舆论的压力 还可能遭受代言合同的取消 和巨额赔偿金的打击 根据相关网站的统计数据 杨颖目前代言了至少13个商务品牌 涵盖了各个领域的知名品牌 这使得她在代言业务方面 成为同期演员中的佼佼者 然而 如果事态发展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杨颖将面临代言合同的取消 和巨额赔偿金的风险 这对她来说 无疑是难以承受的后果 然而 与其他明星因涉及税务问题 而面临违法违规指控不同 杨颖的问题更多涉及到 她作为公众人物的品质 品德和价值观 虽然她可能不会受到过于严厉的惩罚 但这种违背大众价值观 和传播低俗文化的行为 无疑会进一步破坏 她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 这对于本就不太好的公众形象 来说是雪上加霜 有人指出 杨颖和张嘉尼之所以出席 LISA风马秀 很可能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欧美资源 尤其是杨颖 据悉是在LV老板的邀请下才参加了风马秀 LV老板发布的合照也证实了这一点 然而很显然 即使在主角LISA豁出一切展示低俗表演后 杨颖和张嘉尼作为边角料 也未能成功打开欧美市场 得到之前金主们承诺的资源 现在杨颖面临着骑虎南下的境地 既不敢公开承认错误 以免得罪潜在的欧美资本 又没有任何证据可以为自己辩护 这不仅对他现有的商务代言和资源 造成巨大冲击 也使他难以重回人气巅峰 成为各大圈层的宠儿 面对这一情况 我们不禁要思考 杨颖是否应该为自己的任性行为付出代价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